2018年12月7日上午10点多,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农贸市场,几名电影警察四处寻望,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投犯。 在一处帐篷内的摊贩中,警察将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抓获,对方自称叫陈小成,是四川人。 其实,陈小成并不是刚才那名逃犯的真名,他也不是四川人,被抓获时他已经隐姓埋名逃亡了25年,当天与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另外两名同伙。 25年前,这三名投犯伙同另外两人,在浙江乡村杀害了一对夫妇,致使三个孩子成为孤儿,可现场留下的六万元现金却分文未取。 25年来,他们东躲西藏,未曾有过片刻的宁静生活。 在这25年中,警察坚持不懈,通过层层的抽丝剥茧,终于找齐了当年犯罪的五名凶手。 除去一人早年意外死亡之外,其他的四人中三人被判了重刑,一人却被无罪释放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切还得从1993年那个初冬开始讲起。 在浙江省南部有一个永家县,上十几九十年代,因为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原因,这里的小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几乎家家都开有私营的小工厂,有时还会请来一两个工人帮助生产。 永家县的桥头镇是著名的纽扣之乡。 在桥头镇的梨园村,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当时是一个生产纽扣的加工厂,厂主名叫陈国立,妻子叫王成翠。 可就在1993年12月8日的一大早,有村民在微冷的北风中发现陈国立夫妇两人被杀害在家中了。 据木鸡吞鸣描述,陈国立趴在卫生间里,妻子王成翠仰面倒在了小楼的楼梯拐角处,两人早已断气。 现场物品有些凌乱,到处都是溅起的血迹和血脚印,两把铁锤和一把菜刀被随意地扔在地上。 经过法医鉴定,陈国立被狼头、铁锤等盾气打击头部,造成颅脑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脖子被力气割伤,颈动脉、颈动脉气管破裂。 妻子王成翠头部被狼头连续敲击,头颅多发粉碎性、开放性骨折,造成死亡。 凶手会是谁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杀害他们夫妇二人呢? 在这一栋不大的楼里,一层是生产纽扣的车间,二层住人,陈国立夫妇就住在二层的一间卧室里。 卧室里的物品被人翻得十分凌乱,刚开始,行侦人员认为行凶者很可能是谋财害命,可令人十分不解。 在卧室床底下的一个木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六万多元的现金,一分都没动。 而其他的金戒指、手表等物品也零星地散落在现场。 难道行凶者根本不是为了钱吗? 经过对周围村民的走访调查,案件发生时,被害人陈国立夫妇的加工厂请了两名工人。 一个名叫曾凡志,另一个叫张庆友,两个人都是贵州省前夕县人。 这两名工人都和陈国立夫妇一起住在工厂的二层,卧室紧紧相邻。 案件发生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消失了。 警方继续加大了走访调查的范围,结果发现在黎原村的隔壁龙庚村中,也有一个名叫刘安丘的贵州工人同样下落不明了。 由此警方推断,曾凡志、张庆友、刘安丘三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且三人已经外逃。 侦察员连忙赶赴他们的贵州老家,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案件从此陷入僵局。 陈国立夫妇育有三个孩子,案发时三个子女都未成年,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 头一天还是被人宠上天的公主王子,可一夜之间,三个孩子都成了孤儿。 夫妻俩遇害后,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得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生活异常艰难。 陈家人的悲惨遭遇和近况,侦察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案件迟迟无法深入推进。 他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案件中的细节,反复查看寻找到的物证。 奈何当时的刑侦条件和技术有限,收获成效甚微。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998年,外逃五年的嫌疑人曾凡志终于有了消息。 在安徽省广德县,曾凡志因盗窃被警方抓获。 侦察员得知了消息后,连忙远赴安徽提审了曾凡志,可结果却令人失望。 曾凡志表示,案发当晚他的确在场,可自己并没有动手,是老乡刘安秋带着两个陌生人干的。 自己之所以消失外逃,是害怕受到牵连,遭受无辜的冤枉。 曾凡志的辩解情况与侦察员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很多的出入,这说明他也在细节上有撒谎遮掩。 曾凡志是案发前三天才来陈国立的加工厂上班的,介绍人就是刘安秋。 据附近的一位村民提供消息,案发前,他曾无意中听到刘安秋与曾凡志在疫情密谋,说要去抢劫。 按常理来说,如果曾凡志真与这起案件无关的话,刘安秋实施行动没必要临时介绍他进入工厂,更不会与他密谋抢劫。 这大大增加了东窗事发的风险。 侦察员推测,曾凡志肯定与这起案件有关,但苦于没有其他的物证和同案犯的口供。 他们对死不承认的曾凡志也只能是无可奈何。 事情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陈国立的三个孩子都渐渐长大成人,他们继承了父母经商的传统,各自做上了生意,日子过得还不错。 然而,杀害父母的凶手迟迟未能归案,真相未明,他们的心理不能宁静下来。 十多年的时间里,三个孩子的爷爷奶奶曾拨刺跑向当地派出所询问案件的侦破情况,后来是爷孙五人一起去,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陈国立的老父亲年迈去世,临终前还一直惦记着凶手有没有归案,胸中玉气难消。 除了他们爷孙五人,永家县公安局的侦察员也一直没有放弃调查此案。 案件迟迟未能侦破,办案人员的心理就像压了一块打石头,总觉得欠受害者家属一笔债,对他们缺少一个必要的交代。 永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队长侯一才,是案发地黎渊村隔壁村的。 那时候他也才上小学,这个案件影响非常大,那时他已经有所耳闻了。 毕业之后,侯一才成了一名人民警察,一直听说此案未能侦破。 2014年,他被调到了县刑侦大队的重案中队,终于有机会能够接触此案。 他上任后,第一次从档案实力调出的卷宗,就是有关陈国立夫妇被害案的。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1年,社会高度信息化,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几乎每个人的社会活动都会留下痕迹。 侯一才将刘安秋、张庆柳两人的身份信息输入到了他们的内部信息系统,可没有发现两人的任何痕迹。 这说明身份可能漂白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呢?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侯一才曾和同事多次前往贵州,前几次都没有什么发现,可在2018年,他们终于打听到了一条线索。 侦察员通过大量走访了解到,在被害人的加工厂里,曾经还有一个叫欧阳里的员工,也是贵州前夕县人,只不过在案发前辞职了。 通过进一步打听,欧阳里的小名叫七斤,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欧月璐,小名六斤,当年也在永家县的桥头镇打工。 在对掌握的证据和信息认真研判后,警方认为当初的这起案件作案人不只是上述三任,而是连同欧阳里和欧月璐在内的一起五人。 从欧阳里的亲朋好友那得知,因为作案外逃,他的精神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2004年,欧阳里坐火车,在湖南衡阳遭到警察的例行检查时,坐贼心虚,心里害怕,从火车上跳了下去,伤重,不治身亡。 七斤去世了,那么六斤,侯月璐又会在哪里呢? 侯月璐家的老房子已经倒塌,显然是很久没人居住了。 为了寻找到它,侦察员在大数据系统里进行了搜查,同样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活动轨迹。 不过可惜的是,侯月璐早已结婚,有妻子和儿子。 通过这两个人的话单分析,警方锁定了一个电话号码。 该号码捆绑了一个微信号。 号码的头像经过技术侦察手段确认,男子正是嫌疑人侯月璐。 多年来,他一直借用一个亲戚的神仙,在贵州省贵阳市生活。 可此时,侦察员还不能惊动他。 当初曾凡志在安徽道案时,就百般抵赖,拒不交代。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再一次发生,所以警方决定,将每个嫌疑人都查清楚以后,再统一收网,统一审讯。 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刑侦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公安内部的信息共享也更加辩解。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牌,侦察员发现了一条与嫌疑人张庆友有关的线索。 2017年2月,张庆友的弟弟曾带着一个名叫唐小梅的女孩去报案。 双方自称是叔侄女关系,说是财务被盗了。 张庆友弟弟的侄女,怎么不姓张却姓唐呢? 这一下就让侦察员觉得不同寻常。 顺着这条线索一路甚外,侦察员了解到,唐小梅的父亲唐树海有很大的嫌疑。 根据户籍显示,唐树海为贵州省松桃县人,而进一步查户口底侧,发现他是2007年左右户口出现在松桃,可之前没有任何迁出迁回的记录。 侦察员又调出了唐树海户籍的照片,和嫌疑人张庆友进行了比对。 虽然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可两者的相似度却高达89%。 综合分析,侦察员判定,唐树海就是漂白身份后的张庆友。 这样一路挖掘下来,就只剩下刘安秋一个人了。 刘安秋早年结过婚,有一个儿子,案发之后他逃之夭夭,再也没有与妻儿联系,多年来一直是阴信全无。 为了获取更多的准确信息,警方曾去刘安秋的贵州老家,用悬伤五万元的金额想找到刘安秋的一张清洗照片,可最终还是没能如愿。 刘安秋的兄弟姐妹比较多,关系人多达几十位。 侦察员曾经对着几十位关系人进行过多次排查,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就这样,事情到了2018年下半年,侦察员打听到,刘安秋的老母亲于当年正月去世了。 与金漫无目的地寻找到不如对他母亲去世那段时间的情况进行重点分析,结果发现有一个广东佛山的电话在他母亲去世期间分别与两个异地的姐姐进行过联系。 而在这之前,这个电话却很少出现。 这两个姐姐,一个在重庆,一个在福建泉州,天南地北的平时也没什么联系, 却都在母亲去世时接到了一个广东佛山的电话。 侦察员认为这个号码极不寻常。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很快找出了广东佛山那个电话的主人。 他名叫陈小成,四川达州人,已婚,育有两个儿子。 因为之前刘安秋就没有照片,所以警方也不能确定陈小成是不是就是刘安秋。 进一步打听,侦察员了解到,陈小成在广东佛山的一家农贸市场做生意。 为了确认他是不是逃亡了二十多年的刘安秋, 侦察员只好秘密采集陈小成的DNA,与刘安秋的儿子进行比对。 通过几天的跟踪,终于在有一天早上, 陈小成啃了一个玉米,随手扔在了地上。 侦察员连忙赶过去捡起来, 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到DNA生物剪裁, 确认陈小成就是刘安秋。 至此,除去已经死亡的欧阳里, 剩下的四名嫌疑人行踪全部被锁定。 2018年12月7日, 永家警方统一行动,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将刘安秋、张庆纽、 欧岳陆三人同时抓获。 外加正在监狱服刑的曾凡志, 当初放案的四名嫌疑人全部盗案。 25年的不屑追踪, 一层层抽丝剥茧之下, 嫌疑人终于全部盗案。 那么当年他们到底是为何要杀人呢? 如果真的是屠材的话, 卧室床底下的六万元现金又为何分文被取呢? 根据刘安秋交代, 当年他曾与曾凡志等人在永家打工, 觉得挣钱辛苦, 工资低, 便萌生了绑架抢劫的念头。 经过多次密谋之后, 他们选中了陈国立夫妇, 这是因为他们的加工厂是独门独院, 容易下手。 惊心预谋之下, 案发前三天, 他们安排了曾凡志进入加工厂, 与张庆纽一起充当内应。 案发当晚十点多, 欧岳陆在外边放风, 由曾凡志和张庆纽打开屋门, 放刘安秋和欧阳李进来。 张庆纽以机器故障为由, 将在二层卧室睡觉的陈国立 匡骗到一楼。 正当陈国立弯腰检查机器时, 曾凡志、刘安秋、欧阳李等人一起动手, 将他按倒在地。 陈国立反抗大声喊叫, 几人便用铁锤朝他的头部和身上猛砸。 听到丈夫的喊叫后, 妻子王成翠下楼查看, 刚走到楼梯拐角处, 就被曾凡志等人用铁锤砸中头部, 当场死亡。 妻子倒下时, 陈国立还没有断气, 三人又将陈国立拖进卫生间, 继续用菜刀猛砍, 最终导致陈国立弃绝身亡。 将陈国立夫妇杀害后, 刘安秋等人进入卧室找钱, 找了半天只在柜台里发现了一千多元。 由于慌张, 他们并没有发现藏在床下的六万多元现金。 飞登瞎火之下, 又加上心里害怕紧张, 手表、金戒指等贵重物品, 几个人也忘了拿走。 他们将这一千余元分赃后, 四散而去, 各自逃命天涯, 相互之间再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继续生活, 他们改头换面, 相继漂白身份, 希望过上安稳踏实的日子。 可当年犯下的罪行, 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和内心。 白天长期期夜晚做噩梦, 几十年来未曾有过安宁。 其中, 嫌疑人欧阳李还因太过紧张, 遇到警察例行检查时, 竟然自己跳车身亡。 2019年6月, 检查机关以涉嫌抢劫罪为由, 将刘安秋、曾凡志、 张庆有三人起诉到法院。 2020年3月2日, 医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刘安秋、 曾凡志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张庆有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事情到了这里, 并没有结束。 因为嫌疑人总共有四个, 可接受法院判决的只有三人。 犯罪嫌疑人欧月璐没有被起诉和判刑, 后来还给无罪释放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按理来说, 上述三人都是抢劫罪, 两个死刑, 一个无期, 都是重判。 作为同伙的欧月璐, 理应受到严厉的处罚, 可为什么没有呢? 原来, 在1993年案发时, 警方并没有掌握到欧月璐涉案, 只是在2018年, 侦察员在追逃的过程中才发现它, 并将其抓捕归案的。 此时,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5年, 而法律规定, 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 最长的追诉时效是20年。 如果超过20年, 认为有必要追诉的, 得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为此, 永家县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追诉申请, 请求核准, 可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没有同意。 警方的解释为, 欧月璐虽然在本案中参与了预谋的过程, 但是在整个案件实施过程中, 他只是在门口望风, 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抢劫杀人, 所以他在案件中相对的作用是比较轻的。 因为作用比较轻, 无法达到无期徒刑此刑的量刑标准, 故而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条件。 再加上过了追诉期, 永家县人民检察院只得对欧月璐做出了不以起诉的决定, 将他放了回去。 在本案中, 欧月璐虽然不是直接实施伤害行为的人, 但他对这个行为的发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有预谋, 有望风。 所以, 他是作为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需要来承担行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后裔勿劳, 蒙生邪念, 最终抢劫杀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导致两人身亡多个家庭破碎, 这是极为惨痛的。 作案后, 他们隐姓埋名潜逃了25年, 永家警方坚持不懈25年最终查清真相, 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 还了死者公道, 给了生者安慰。 第二个案件, 贤妻两母的婚外情。 2015年1月26日上午10点, 在浙江建德, 有一个中年女子在亲戚朋友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建德市前谭派出所报警。 当时中年女子宗某表示, 当天凌晨在自己和丈夫女儿睡觉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手上有什么湿乎乎的东西, 她打开灯一看, 原来是丈夫的头在流血, 人更是昏迷不醒了。 于是, 宗某立即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告知情况, 大家都是连夜驾车赶到对方的家里。 这个吴某就是宗某的丈夫, 当时血淋淋的情况十分的危急。 在大家的帮忙之下, 120也打了, 然后人被送去了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而警方接到报案后, 也是立刻展开了调查。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警方前往了解具体情况后, 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件。 宗某已经42岁了, 她是从贵州遵义的农村嫁到了蔡家村近20年。 当时在受害人妻子宗某的言辞中, 她说出了事发的准确实践, 当时处于凌晨3点左右, 并且表示当晚家中一切都很正常, 可丈夫为什么会受到袭击呢? 宗某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的才醒过来, 就发现了有一道人影, 然后便感觉到湿湿的。 打开灯后, 自己丈夫的头就已经在流血了。 面对宗某的口述, 警方的技术人员立刻展开了现场勘察。 在当时而言, 整个家里并没有尽小偷的痕迹。 一般来说, 每户家人的房屋都是有窗户以及防盗门的, 可是经过现场的勘察, 除了受害人房间的杂乱鞋印, 就再也没有找到其他入室盗窃的痕迹了。 面对这个宗某的话, 警方开始心中有底了, 或许在宗某的内心里藏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至于这个所谓的人影到底存不存在的? 警方实际上已经是做出了严谨的调查。 在当时的全部勘察完毕之后, 警方结合受害人妻子宗某所说的话有了初步的几个分析。 在警方看来, 第一, 房子里边的杂乱协议是由当晚赶过去的亲戚朋友所留下的协议, 没有发现其他人入侵的迹象。 结合了受害人家中一楼和二楼的地面情况, 焚险人都是自己家人留下来的, 并没有外人的痕迹。 这一点直接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第二, 排除了盗窃商人。 因为警方经过全面的调查, 发现家中的任何财物都没有损失。 通常来讲, 哪怕是入室盗窃商人, 对于财物的损失是都会有的。 而这个案件中却没有任何的财物盗窃痕迹, 因此也排除了有人入室盗窃的可能。 第三, 受害人妻子的可疑态度。 警方除了向受害人妻子宗某问话, 同时也结合亲戚朋友的话, 却发现了可疑的地方。 当时宗某既然发现了自己丈夫在流血, 可为什么他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同时如果说有人影出现, 那么正常反应应该是求救才对, 先要让邻居知道自家有事情发生。 可宗某却都没有这样做, 而是打电话先告诉亲戚朋友, 然后再拨打120, 以及送受害人到医院抢救。 所以, 警方对于宗某的话并不完全相信。 很显然, 当时宗某所说的人影是一个疑点。 至于后边, 宗某说是下楼查看情况的时候, 回去看到自己丈夫已经被人伤害了, 床上也有血迹。 这种情况让警方不得不怀疑宗某。 同时, 这起案件也陷入了迷离的状态。 由于受害人当时处于重度昏迷, 所以并没有能够第一时间问话。 这个案件的发生, 从犯罪角度来讲, 一种可能是因为财物, 另一种可能是存在着矛盾纠纷, 因为矛盾引起了仇恨才去刑得凶。 于是警方就从受害人的人际关系开始调查, 通过亲戚朋友的了解, 受害人吴某是个老实人, 在社会上应该没有矛盾纠纷, 所以这方面的可能性非常小。 另一方面, 通过走访各个村子的住户, 大家都觉得吴某本人并没有什么纠纷, 为人老实。 说白一点, 还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上进心的人, 他不被人欺负就已经很不错了。 同时, 吴某胆小怕事, 平时就喜欢宅在家中玩玩游戏, 从来没有与人结仇。 妻子二人的日子也过得十分平静, 妻子宗某在工厂上班, 每天早出晚归, 两人还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二十岁, 在外地工作, 女儿七岁, 刚上小学。 于是, 警方觉得这里会不会是存在一个报假案的可能呢? 于是, 对受害者妻子宗某进行了人际调查。 对于她的评价, 村民们都说, 这是个好女人, 这个家也是她拿钱回来盖起来的, 很能吃苦。 而工厂那边的工友也说, 宗某是个勤劳的人, 工作也非常认真。 可这个时候, 却来了一个疑点。 去年下半年, 宗某开始出现了反常的情况, 他经常因为不舒服请病假, 也经常出去看病。 警方在无法找到其他线索后, 便从宗某身上开始寻找线索。 什么人会对吴某这个老实人下狠手呢? 为了侦破这起伤人案件, 警方开始在公安网搜索痕迹。 就这样, 宗某的一条开房记录被警方所掌握了。 同时, 也开始把吴某的妻子列入到嫌疑人当中。 不过, 对于宗某这样的农村妇女来说, 早出晚归的她, 又为什么会出城开房呢? 在当时宗某报案所说的情况, 她应该是二十年都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了, 与证词并不符合。 警方按照这个记录去调查, 很快, 开房的证据摆在了宗某的面前。 宗某在警方的追问中, 坦白了自己的婚脉情。 原来, 宗某在学会用QQ的时候,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 在平时跟这个网友聊得很开心。 随着关系的发展, 两人甚至在见面后爱得死去活来, 随后便发生了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 周末, 宗某经常去这个网友黄某家中玩。 虽然如此, 宗某从来没有在黄某家中过夜, 不过这个黄某对宗某可是很关心的, 平时还会带他出去逛街, 买礼物送给他。 在感情上, 宗某是爱上了黄某。 对于一个常年在农村的妇女来讲, 自己的丈夫感情上对自己不闻不问, 自己为了家任劳任怨, 却得不到心灵上的满足。 因此, 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宗某和黄某 发展成为了地下情人。 警方也通过这个开房记录, 推断其宗某是否因为外边有男人了, 才会临时起义, 想要谋杀自己的丈夫。 当时对于这个黄某来讲, 他已经是63岁了, 也是建德市前潭镇某村的村民, 正处于离异的单身状态。 两人的交往也是秘密进行的, 可为什么会引起要谋杀吴某的情况呢? 原来, 经过调查, 以及宗某的坦白中发现, 黄某尽管是宗某的地下情人, 但并没有参与这件事, 也没有策划指使宗某伤人。 那为什么宗某还是要杀害自己的丈夫呢? 对于宗某而言, 自己任劳任怨还得不到爱, 对于黄某的嘘寒问暖, 自己能够感受到爱情。 可是在某一天, 黄某带着宗某出去逛街, 当时小女儿也跟着一起去了。 黄某随口问了一下小女儿, 爸爸妈妈还睡一起吗? 小女孩童言无忌, 当然表示爸爸妈妈睡在一起, 此时的黄某感到非常不爽, 因为宗某告诉他, 自己已经和丈夫分开了, 还准备跟他离婚。 可是现在却得知宗某在欺骗自己, 于是后边黄某就跟宗某吵了起来, 并且两个人的感情眼看就要破裂了。 于是在警方调查中, 黄某确实不具备作案动机, 也没有作案的计划。 继续追问宗某之后, 才明白了整件事情。 宗某见隐瞒不住, 也就说出了伤害她丈夫的人就是她自己。 当时她觉得自己很怕失去黄某, 也很怕失去爱情。 可是离婚的话, 丈夫肯定是不愿意的, 于是她就起了杀心, 想做点什么给黄某看看, 证明自己是爱黄某的。 并且她还交代, 当时是用斧头作案的, 只不过因为自己砍了两下丈夫, 心突然软下来了, 这才让丈夫有了存活的机会。 后来宗某就报假案, 编造谎言。 对于宗某的行为, 村民以及亲戚朋友都感到很意外。 不管怎么样, 寂寞也好, 不甘也罢, 出手伤人, 已经触犯了法律, 况且还是伤害自己的丈夫。 对于宗某的下场, 被判决已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罪, 入狱一年六个月。 出院后的吴某并没有特别的情绪, 他只是认为不能离婚, 因为女儿才七岁。 如果现在就离婚, 对孩子影响很不好, 特别是孩子的母亲要去坐牢啊。 这位老师的丈夫似乎并没有什么仇怨, 反倒是村民表示, 这种谋杀自己丈夫的女人, 真的没办法过日子了。 更何况, 自己女人为了外边的男人, 准备杀死自己的老公。 这样的人, 你觉得还能一起生活吗?